一般會配合什麼呢 你可以有圓形的 圓管或者方形的 或者多邊形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一個圓形的圓管 點一下圓對不對 在旁邊畫一個圓 點一下 那大小的話你自己決定 這個地方的話半徑好了 5 enter 5 enter 大概這樣的半徑 接下來我要把這個地方 這個線有沒有 轉轉轉變成一個什麼呢 一個水管 水管怎麼轉呢 特別注意哦 你看到上方有一個掃掠的指令 在哪裡呢 在隔壁 再過來大概隔壁三個 有沒有掃掠在這裡 那掃掠的指令 其實點下去它會告訴你 就是沿著 透過沿路徑掃掠2D物件 來建立什麼3D實體或曲面 特別注意哦 路徑實際上就是這個 那我們要的2D物件就是這個 那特別注意哦 選的順序裡面要選錯哦 它會告訴你說 1要選哪一個呢 1要選這一個 2要選哪一個 要選這個路徑 所以那個路 那個主要會錯的哦 就是你那個順序選錯 所以第一個先選那個小的圓 第二個呢 再選那個螺旋 選完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做出像這樣一個結果 幫你掃出來 那當然你如果給圓形就是這樣 如果你給方形就會變成方形 如果你給三角形 它就會給你三角形 那怎麼做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掃掠 第一個 這邊掃掠 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說 要選取要掃掠的物件哦 那要選哪一個呢 記得要選這一個 選它之後按空白鍵 或按Enter 選完之後的話呢 選取要掃掠的路徑 特別需要 路徑就是這個圈圈 圈圈對不對 所以請你去選這個圈圈 選到之後的話呢 點一下 有沒有就好了 它就自動怎麼樣呢 這個地方半徑就會入圈圈圈 那一樣的方式 其實你可以給其他形狀看看 就可以掃掠出你要的結果出來了 好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先試試看哦 配合這個螺旋加上這個掃掠 掃掠的位在這裡哦 好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哦